中美芯片战局势目前已经相对明显 美国将会持续在尖端领域对华保持技术甚至是产品的禁售 但是在民用领域却相比之前放开销售 试图抢占我们的市场 从几年前的芯片战以来 美国一直不断调整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制裁政策 其中既有技术和设备制造方面的制裁 也有联合日韩和荷兰等企业的联合封锁 而最近几个月 美国方面的矛头从技术设备制裁转向了实体限售领域 也就是禁止中国拿着美元 去美国的厂商购买尖端显卡和技术卡 甚至消费级别的显卡都因为拥有较高的AI性能而遭到禁售 所以今天 我们就从宏观角度复盘一下美国对华的芯片限制政策 来谈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芯片战争 世界上有三大芯片巨头 分别是英伟达 AMD和英特尔 这三家公司生产了最重要的中央处理器CPU 以及显卡和最新的AI运算卡 代表着算力的巅峰 而这三家企业都是美国的 算力的重要性其实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 简单来说 这可以被称为人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们的手机 电脑 未来的电动汽车 各行各业 以及云端储存和处理 都需要算力的支持 可以说如果没有算力 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必然会停滞不前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 特朗普提出限制中国科技产业 并且从华为和当时热门的五制产业下手 到了他执政末期 特朗普开始限制华为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获得美国的芯片制造技术 而失去了台积电代工以后 中国才惊讶地发现 我们光有设计芯片的能力还不够 在制造端方面 我们和美国差了至少有十年的水平 中国连28纳米国产光刻机都没有功课 第一阶段 美国限制中国使用美国技术和代工 这一个阶段 美国开始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专利 以及限制台积电代工中国芯片 到了这时 中国已经彻底感受到了被卡脖子的威胁 因为我们国产的芯片只能够通过买美国的成品获得 其中的利润很大部分都被美国那边拿去了 这几年 包括小米华为等所有的国产厂商 都用的是美国那边进口的高端芯片 华为甚至被阉割到只能4G 这算是中国手机行业的耻辱 当然 中国必然不可能对卡脖子的行为坐视不理 所以我们当时进口了很多日本 韩国 荷兰的技术和光刻机 试图从头开始研发自己的半导体制造行业 完善产业链 这个时候 美国开始又想法子制裁我们 第二阶段 美国联合日本 韩国和荷兰 限制中国半导体 由于中国的最大短板在于光刻机 所以美国花费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以及影响力 说服荷兰的光刻机企业ASM Bell 禁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 而我们知道 台积电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芯片制造能力 就是因为荷兰ASM Bell的帮助 让台积电可以买到最先进的光刻机 对于中国来说 买不到光刻机就只能自己造 但是光刻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巅峰 是荷兰联合德国美国等等国家一起造出来的 光靠中国的技术储备 想要实现弯道超车可以说很困难 这不是砸钱就可以成功的 而是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才能够实现追赶和突破 所以从18年到今年上半年 中国国产芯片制造几乎是没有任何成就 上海微电子的国产光刻机不突破 我们明面上最强的芯片制造工艺 就是之前进口的中芯国际的光刻机 其产能相当有限 所以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想要先进芯片 只能够被迫答应美国的条件 付出巨大的代价来购买 所以这两年 我们的芯片进口金额非常夸张 2022年 中国进口芯片5384亿颗 按价值计算 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为4156亿美元 理论上到这里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差不多结束了 毕竟技术和设备都封锁了 美国芯片和显卡都可以无脑地输出中国 完全占领中国市场 但是事情到今年又发生了一个转变 第三阶段 限制最尖端芯片出口 反复衡量后放开消费级市场 今年8月29日 华为发布了最新款的手机 其搭载的芯片则更是重磅炸弹 这颗芯片的名字是麒麟9000S 虽然只比上一代多了一个S 但是其实完全是不同的两款芯片 后续的参数显示 其制成为7纳米 主流性能达到了高通的888和8G1的水平 不仅打破了美国对我们的手机芯片封锁 而且还达到了主流性能 就算是当时在华访问 负责制裁中国芯片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也慌了神 然后就是龙芯在CPU领域的突破 以及国产显卡的一系列进步 可以说国产硬件和芯片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市场主流性能的水平 中国的科技进步 让美国决定加大制裁力度 那就是限制成品芯片对华出口 这个做法其实非常恶毒 之前清代打鸦片战争 英国和列强的目的是打开国门 向中国倾销产品获取巨额利润 而现在美国的做法是 我宁愿不要你企业级的市场 不要你高端消费级市场 也要遏制中国AI生态 云计算和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 就算自己少赚钱 也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前段时间 美国商务部发表了最新制裁 禁止英伟达销售所有的高端算力计算卡 甚至包括消费级领域的RTX4090显卡 导致显卡价格一夜暴涨 但是对于英伟达来说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中国对英伟达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 中国有高达7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市场 其中90%都是英伟达占据的 所以英伟达就多次抗议 在他们看来 如果英伟达不继续占领这部分市场 那么由于需求的存在 这部分空间要么被AMD英特尔填满 要么就被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产品填满 就算所有国家都尽售 但是中国自己就可以先上一部分老的产品进行应对 随后自主创新区不断迭代升级 而最后的可能是美国彻底失去了这部分市场 利润减少 导致后续研发进度放缓 就像以前的中国航天要跟着美国人一起发展 但是美国对中国航天完全制裁以后 我们反而自己成为了全球商业发射市场中的重要一员 不仅填补了自己空白 而且还抢了美国的市场 所以就在几天前 雷蒙多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和英伟达讨论最新款的人工智能芯片细节 他们最终决定 放开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 保留这部分的市场和利润 而最最尖端的芯片 则禁止向中国出售 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 美国几乎已经使出了自己所有的能力 去封锁和围堵中国的半导体 以及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尽管如此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表示 美国能够阻止中国技术发展的设想 其实是不现实的 这一系列的做法 能够让中国发展的慢一点 就不错了 而在中国看来 美国的这一做法 必然是将芯片科技武器化 成为威胁和打击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是科技保护主义 是贸易的武器化 尽管这几个月 中美关系呈现出了复苏的态势 但是我们要看到 美国枉我之心不死 就算是向中国解禁高端显卡 也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考虑 而不是向中国彻底投降 而中国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跑快一点 多做一点事情 追赶美国 缩小差距 也只有中国的CPU AI芯片等产品国产化了 我们才能挺直腰杆 把美国卡在我们脖子上面的手 给拿开